大家晚安,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亚比斯的讨文》 经文在历代字上四章九到十节 我一如过往都不会读,大家自己看看,两节经文 所以很快就可以看到 《亚比斯的讨文》实在是一本书 是一个叫做Bruce Wilkinson的人写的 这本书在2000年时候面世 去到2003年已经卖了九百万本 所以历史上其中一本是最快销路的书 当时应该是破了纪录 但不仅如此 因为很多人,有一个讨论者 在评论时说有很多著作、名著 很多人都会买的 买回家就真的不读 他那本买回家是真的会读的 只是小小的那本书 为什么呢 不止是这样 还有一件事就是 在网上如果大家看 亚比斯的讨文,尤其是打英文就明显很多 很多网站就有人做见证 亚比斯的讨文的经验 他们提讨亚比斯的讨文 然后在神厅的讨告 有很多见证 有生意做的 为什么呢 有得买的 亚比斯的杯 亚比斯的泰 最有趣的对我来说 就是亚比斯的简易 我经常想 今天不是那么开心 买回家冲一下粮 亚比斯的简易 开心点 但是有这些东西 我们要问为什么 这个经验如果你刚才看在上面 只有两节 整本书里只有两节 但是 变得这么大 我们今天要看经文思想下 他的教导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问就是那个人 如果要说那个人 就一定要说他的名字 因为是亚比斯 他的妈妈就说亚比斯为什么呢 因为是痛苦终生 这件事很奇怪 大家如果想一想 有哪个生子 是不痛的呢 现在是说 几千年前 今时今日就有一些 药可以打到他的脊骨里面 使到某些产妇 减少他的痛苦 但当时是没有的 即使什么生鱼育女的经验 根本就一定是痛苦 为什么他的妈妈特别痛苦呢 最低下来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 肉体的痛苦 甚至是 有危险的感觉 在圣经里面我们有一个例子 拉杰 你还记得拉杰生变鸭品 那一刻他痛苦得来 是有危险的 甚至最后 因为生鸭的儿子 就出了事 所以他就离世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经验出现 当然他的妈妈就很记得 生鸭的儿子 差点 命都没有了 那就很记得 拿个名字来记住这件事 会不会是这样的 还有另一个可能性 另一个可能性 就是那个情况 环境是困难 痛苦 原来不是肉体痛苦 是心灵痛苦 那个时候生他出来的时候 那个情况是很痛苦 大家如果有孩子 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 某个儿子或者女儿出生那刻的时候 那个时刻 是一个很痛苦的时刻 其实圣经里面都有 大家还记得义尼和撒姆尼的那个义尼 义尼就是撒姆尼的老师 可以这样说 是祭司 他两个儿子 很疼的 他没有好地教个儿子 神就审判他们 有一年 他们就被菲利时人攻打他们 输了 输了之后 他们就想 不如这样 捧个约柜出去 有约柜 神与我们同在 这样说 谁捧呢 当然是那两个 就是 圣经的祭司 就是义尼的那两个儿子 谁知道原来输了 不止输了 而且义尼这个儿子 菲利哈 是要被菲利时人杀了 那些报信的人 就回来跟义尼说 输了 长将输了 弱园被人抢了 你这个儿子被人杀了 以来 听到之后 那里写一字 连老 一跌到地上 他也死了 他的媳妇 菲利哈 的太太 那时候 就是有了 他们的儿子 应该差不多 应该就来生了 听到之后 他立刻作动 生了个儿子 然后他也死了 大家 看看整件事 是很痛苦的 所以他的儿子 叫做依加薄 意思是没有荣耀 没有荣耀 因为什么都没有了 会不会阿比斯的妈妈 都是这样 生去的时候 太多事发生 太多痛苦的事发生 所以 就特别记得这个儿子 哪个情况是真的 我们就不知道 不过有一件事我们一定知道 就是什么呢 实在他的妈妈 真的没有叫他 用痛苦的字 来代表他的名字 因为阿比斯 和痛苦的字 是很相似的 不过是反转了 有两个字母 最后两个字母 反转了 我经常想一下 中文如何表达 就是这里 究竟是阿苦 还是阿富 是吧 你不认为阿富 就很惨 很苦痛 但是他妈妈 怎料改了 转了一点 转了一点 就变成阿富 我立刻想到 有另外一个例子的 鑽石山 我来的时候 也是鑽石山 原来是另外一个鑽石 拿个鞋音 会不会他妈妈 都是这样做呢 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性 所以他可能 是不是 是要记得那件事 但是他就是转了 把他的名字改了一点 甚至他真的转了他的名字 就是因为他不想 这个孩子的生命 就是用这件事来记得住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孩子出生时是无辜的 就算是什么事发生了 最后他也是无辜的 拿个名字来代表那件事 实际上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圣经也是有这件事的 还记得刚才我说的拉杰 拉杰 实际上妈妈 拉杰临死之前 他就叫这个儿子 变安尼 安尼的意思 变安尼就是 我 怎么说呢 苦中的儿子 那些东西 困境或者苦中的儿子 为什么呢 他很伤心 因为觉得他不会看到这个儿子大 雅各听到他的太太 实际上就已经离世了 这样来改这个儿子的名字 我觉得他还对了 他也是这样想 他觉得这个儿子没理由 他是无辜的 这样来叫他 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所以雅各就把儿子的名字 改了一点 就叫做变雅文 实在在希巴雷文 比起来 变雅是右手之者 就是呢 能幫我那個、能做事的那個 反過來的意思 阿比斯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他媽媽不想兒子為了那件事 就永世有一個名字來標籤了他 是帶來痛苦的東西 所以你把他的名字改了一點 我們都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可以跟你說一件事 整件事是不是? 阿比斯的意思我們都不太清楚 因為聖經中希伯萊文這個字的出現 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真的查過 是不太清楚的 不過有一件事是清楚的 清楚是什麼呢? 整個故事剛才我們看的 是說得很清楚是什麼呢? 是對比出世的一刻 帶來的痛苦 什麼痛苦我們不知道 對比後來的成功 即是說一個人 出生不是等於一生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東西 出生不等於一生 他出生帶來的痛苦 但是原來他出生後 他一直成長帶來的 是祝福來的 一直帶來的 是成功的 這個故事才是表達得非常清楚的東西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他改變 他出生了 既然是這樣的 已經是所謂贏在起跑線 他輸了 後來為什麼會改變呢? 改變的經文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因為他祷告 阿比斯求神 求以色列的神 我們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來看 看這個故事 老實說可能就是想想 因為他改了名字 最糟糕是改錯名字 我跟你說 我在美國時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 愛主 不過他原來 中國人的文化 都影響到他 他有個兒子有個女兒 他的丈夫 就是一個醫生 照我記得 他兩個小孩很小的時候 心臟病死了 他兩個小孩再大一點的時候 他真的帶他的兒子回來香港 是香港人來的 再改多一次 不是改得很重要那種的 都改一改 改名字 原來我們中國人也有這樣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 最怪的就是 他的兒子是個畜生 基本上都不知道自己的中文名是什麼 改了之後那個也不太清楚 但是心安理得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呢 但實在這裡講得很清楚是什麼 就不是 不是這樣 他的生命的改變 痛苦開始 但是後來的改變 是因為這個 討告 不是因為他的名字改了 是因為祈禱 好 想清楚一點 聖經裡面有不少人都是在 緊急的關頭 或者是人生交叉點那刻的時候做過討告 大家有沒有記不記得 雅各 雅各 他就一直是自己壞的 騙了他 哥哥的長子名份 騙了他爸爸 是吧 哥哥就說想殺他 媽媽聽到很害怕 就快點送走他 找個理由送走 他一直走到八大利那刻的時候 前路茫茫 不知道自己 能否到達伯父那裏呢 如果到達伯父那裏 有沒有事回來呢 後來 會是怎樣呢 他都不太知道 那那一刻他就看到天梯 他做了一個討告 主啊如果你帶我去成功回來 你就做我的主 他是做了一個討告 神也是聽了他的討告 另外一個例子也是 我們也很熟悉的 索羅門也是 去做皇帝的那刻 去做皇帝那刻的時候 那些人是不想去做皇帝的 實在 那個 開國的將軍 都支持他的哥哥 不是支持他的 整班兄弟 走到哥哥那邊 最後當然 他的爸爸就立他做皇 他做皇 但是他就坐得很不穩 他去到神面前 他知道的 他知道他的情況 是不妙的 危機四伏的 他祈禱 他跟神說 神啊 求祢給我智慧 求祢給我智慧 使我 是可以做到一個好的皇帝 神就聽他討告 看到嗎 這兩個人跟阿比斯一樣 我們就不是很熟阿比斯 我們就很熟那兩個 他們都是在一個 緊急的情況 一個人生 面對一個危機 或者怎樣出現的時候 他們討告 討告 一個神拜令祝福 一個要自衛 阿比斯 討告什麼呢 阿比斯就 給他們那兩個簡單一點 阿比斯說 神啊求祢給我 不要 受苦 我受救苦了 出生連他媽媽都記得 他的苦 我不想 可不可以 你將 我的生命改變 使我下半生 是不會 受到痛苦 求祢祝福我 可以嗎 他的討告 是一個 我們可以說 比較熟悉的討告 今天 有時候我們都覺得 要不應該這樣來討告 我們不是應該為自己的靈性嗎 這些那麼熟悉的討告 基本上叫神祝福 自己 可以 怎麼說 聖職加薪 不要面對太多困難 我跟他說 如果我們說 是把我們熟靈的操練 變成成功的工具 這個一定是錯的 稍後我也會說得很清楚 這個是錯的 但是 為了自己的生命 去祈禱 需要祈禱 是對的 病了 當然是求神 醫治 沒有工做 當然是求神給我們工做 有工做 當然是求神給我們做得好 是不是 這些不是錯的 一直去到生虐都是對的 阿比斯也沒有錯 阿比斯為了他的將來祈禱 好了 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神聽祈禱 神聽祈禱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 Wilkinson寫的書的時候 我們一天要差不多三次 用阿比斯的討文 這個老實說 就算不是 遇端 也是極端 如果有一個討告 我們一天討告三次 應該是主討文 也不會應該是阿比斯討文 那麼奇怪 但是為什麼那麼多人 聽他說呢 我告訴你 我自己想想 為什麼 因為他好像 給我們一些東西 反而表達到我們的心聲 主討文 不過是 我們每日的飲食 刺給我們每一天 即是明天有才來的 阿比斯那個不是 如果阿比斯的討文是 可以的 是美的 可能我們就不用 每日的飲食 下半世都不用休那個感覺 所以那麼多人 就是 用這個討文就是因為這樣 每日的飲食 可不可以不是每日的飲食 下半世的飲食 都搞定了 一次過搞定了 所以很多人 就是要這樣期 不過我跟你說 如果是這樣做 就是這個經文都不支持得到 為什麼 一 如果你以為阿比斯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他騎了肚子之後 變成了最成功的人 最低限度在這本書中是錯的 為什麼他在這本書中不是最成功的人 如果在歷代至世下 說找一個最成功的人 就會是大衛 第二個可能是 所羅門 最熟靈 或者什麼的 伊利亞 伊利沙 那些 都不會是阿比斯 有段時間都沒有去到阿比斯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看 都不是 又說擴張他的境界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是不是買了整棟樓 隔壁的樓都買了 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這本書是很緊張摩西律法 摩西律法是說不可以 賣 以色列人的地 每個人有自己的地 所以阿比斯如果是跟摩西律法去做 神祝福他 他就不是這樣做 他最多都是賣加南人的地 還有 我們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每天 這樣祈禱 如果 我們這樣想的時候也是錯 為什麼呢 什麼時候是說阿比斯每天這樣祈禱 請問剛才說的 雅各 每天起床 主啊 如果你帶我去 平平安安去 平平安安去 你去做我神 每天都是這樣祈禱 所羅門都是每天起床 拆了牙子之後 主要求你給我智慧 是不是 阿比斯可能也是 阿比斯最有可能是什麼時候祈禱 剛才我們說的祈禱 就正如所羅門 和雅各 在一個 人生面對一個很困難的一刻的時候 他就 為他的生命祈禱 這個是最有可能的事 之後他有沒有這樣祈禱 實在我們真的不知道 最有可能是沒有 好了 講到這裡的時候 好像很負面 實在要教什麼 如果我們要明白 這個討告在這裡 你想真一點 整本書兩節經文 既然只有兩節經文 不經常都可以 過了 那有什麼分別 這樣就過了 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阿比斯這個人 為什麼那個歷代誌的作者 需要 阿比斯這兩節放在這裡 我就解釋一下給大家 這是我怎麼看的事情 如果你看一下是不是 實在這個歷代至上下 有一種神學 報應神學 是很重要的 即是個個 都要跟從報應神學 祝福與咒作 跟從神祝福 不跟從神 被咒作 或者被管教 所羅門是這樣 大衛實在沒有說 最明顯的是 羅波安 羅波安跟從神 然後神祝福他 然後他離開神 神派示殺 即法律示殺 攻打猶太 你一直看下去 很明顯 那些是 重要的人物 現在反而 阿比斯就不是重要的人物 阿比斯是誰 阿比斯 不是誰 即是說 就算一個 微不足道 當時微不足道的人物 都是跟從這個所謂 報應神學 這個才 是這裡的教導 最重要的人大衛 所羅門那些 是要跟從神 去到最不重要的 阿比斯這些人 只有兩節的人 都是跟從這個所謂 報應神學 來生活的 這個是不是 才是 這個經文 即是一個教導 實在是不是 這裡 即是Wilkinson教別人 每天用這個 即是 在這裡 都不是最重要的經文 拿來做一個 那麼重要的經文 在我們的生命 就是 過分了 但是我很明白 為什麼那麼多人 反而 就 肯聽他說 我自己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因為 阿比斯 不是像我們 如果我們在歷代誌出現的 歷代誌上下出現的 我們就不是大衛 我們都不會是索羅門 伊利亞那些不關我們事 伊利沙 有段時間都沒有到我們 我們會是怎樣 我們就是阿比斯 我們就是阿比斯 為什麼 這本書 是 那麼多人讀到之後 覺得很有同感 實在 潛意識 我們 覺得我們就是阿比斯 如果神也會聽阿比斯 也會聽我們 的託歌 如果你是這樣想 你反而是正確的 就反而是正確的 神是聽到的 在我們人生的生命裏面 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事 我們是 一出道好 實在我自己也是這樣想的 阿比斯 作這個託歌的時候 就像我們今天一個人 讀完大學 現在出來找事做 做事 去向神祈禱 我們也是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另一件事也是重要 另一件事重要的就是 香港我聽得多 帝書有嗎?應該也有 可能我在這裡住得久 贏在希泡線 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給自己的小朋友 最好的一開始就 就開始贏 一直贏到尾 我不是說錯 當然是對 我們給他們 最好的機會去成功 但是 要贏 不只是希泡線 因為有很多人 在希泡線 輸到盡 阿比斯 就是一個 如果要贏在希泡線 他輸了 你想想 在媽媽記得他 就是因為痛苦 是甚麼痛苦 我們不知道 但是是一個 痛苦的經驗 這個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出生 其他人記得他 因為他出生時 帶來痛苦 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要贏在希泡線 他輸了 但是原來他的人生 是沒有輸的 那時候我覺得有一點 奇怪 因為這裡很重視贏在希泡線 我不是說錯 不過我說不只是希泡線 為甚麼 因為人生真的要贏 有很多地方是讓我們輸的 我們都要贏 我們要勝過很多很多挑戰 很多很多的掙扎 我們才 可以說我們是勝出 哪裏只是希泡線 那麼簡單 人生長長路程 有大把機會 讓我們去跌倒 大把機會讓我們去所謂輸 所以要贏的 我們每一次 我們面對挑戰的一刻 我們都要 起來要勝過的挑戰 那怎樣做呢 就好像阿比斯 反而這個是真的教導 每一次我們去到 我們覺得 這次我們可能 真的不行 去到神面前 聽的 不過說回剛才那個贏在希泡線 我覺得 有一套有少許有趣是甚麼 我在美國住了一陣子 都很久 去一間華人教會 幫他們 我有一年實在在那裏 全面 那我不知大家知不知 在美國 美國華人 標籤了他們 成功的 少數民族 不是經常對的 不過我去那間教會 那班是真的 從小到大 最好的學校 那些 不過你知不知 很多青年人 出來的時候 有些是去名校 就想 為什麼不讀書 去到好大學都不讀書 為什麼 Bill Gates也是這樣 Steve Jobs也是這樣 我聽到的時候 我跟他說 一個Bill Gates成功 大家有沒有想過有多少 所謂的Bill Gates 是不成功 現在睡街 你下班之後 你實在是Bill Gates 你會不會睡街那個呢 我想說什麼 他們就覺得反而容易的頭 他們現在覺得 贏在起跑線 你繼續贏 有什麼威風 你輸了之後 跟著贏才會威風 反而那裏的想法 有一點點不同 他們也是這樣想 不過最重要對我們來說 就是贏不一定 在起跑線 是靠我們的討告 人生是不是 實在我們一直在那一刻 有很多很多機會 讓我們 走歪 跌倒 輸 很多 哪裏會只是起跑線 那麼簡單 每一次我們要做的事 實在就是 亞比斯正在做的事 今天 我們讀亞比斯 我們應該學到什麼呢 屬靈的追求 討告 不是一個 成功的工具 如果我們把它變成成功的工具 這件事 實在最低限度在這本書中是錯的 我們應該肯為了我們的信仰 甚至付出 生命 哪裏會是因此而成功 可能是因此而失敗 在世人眼中 但是 華臣是聽討告這件事 就很明顯在這個經文中 是帶出的 所以 我們是需要 去 跟從這個經文那刻的時候 我們應該 是要 去 注重討告 我們低頭 用少少時間脈討 接著 我就會結束 將我們多謝你 你是一個聽討告的神 求你給我們 面對苦難的時候 面對人生覺得失敗 覺得失意 我們要得 回去你那裏 向你討告 最後我們想 我們想 成功 我們想 面對苦難 不過如果 跟從你 是需要的 求你給我們的心智 跟從你 是肯 去 世人眼中失敗 甚至受痛苦 我們祈禱風 主耶穌基督名求 阿門 我們想 前面 小 是 感谢观看